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即市策略 今天是4月4日星期三 昨天的汇市有点凌乱 因为早段形态似乎 昨天没办法持续 而且还跌穿重要位置 所以先看走势 昨天不太合理 最主要原因是本来早上看到走势 R-side包括了价位 有个双底的感觉 最低位置除了回吐最后支持位764之外 明明之前亦做过一个同样的低下 应该有三底效应应做反弹 但结果欧元反弹了很多 之后又跌穿了三底 无人之中 会接近上次由加息开始的上升周期 欧元明明在美国宣布加息后 开始反弹 但现在又下跌到这个位置 即是我们以往看到由加息出现的转向 今次只延伸了一个星期后 又再度考验 大家应该知道 这星期美国会公布失业率 这亦可说是另一个联邦储别局引以为荣的指标 觉得现在经济复苏 就在于失业率已到这么低的水平 但现在你看到 似乎美元也受到这个帮助 因为昨天的美元指数其实上升了 虽然不能说上升了很多 最高上升了90.23% 而今次跌下来又是到喉不到废 又去到89之后就没有再跌穿了 我们看到之前最低落到88.2% 但今次未到这位置就已经反弹了 没办法 我们看到欧元虽然是这样 而昨天主要都会建议大家去买 但昨天我们看到今天又跌穿了 今天我应该又看跌 不是很好意思 由于它的价格是比较接近近期的起点 无论如何都会先拼反弹 可能我今天都会建议大家去买 所以大家要留意什么价格入市比较好 看看日元 日元当然可以说正常回升 因为昨天美元升 所以美元对日元也是上升 但会比欧元更直接 因为欧元亦在早段升过下 之后才下跌 但日元反而跌的形态就有点像干星的感觉 死火了 日元的RSI又出现了 我们上一次 或者大家可以看看金的策略 又是出现了一次下完RSI20以下之后 立即又上回80 这种可以说它是硬拉上去的感觉 所以亦配合起干星的现象 反而日元金我会建议大家试买美元对日元上升 大家要留意 磅反而昨天反复一点 虽然美金上升 但似乎没什么跌 现在还要上去昨天的日期高 虽然昨天的波幅不多 所以这是唯一例外的货币 瑞士也是 但瑞士又穿了低级 最高升至95.6% 至95.93% 现在看到瑞士法郎是穿了的 即是这个上升趋势 即是面对瑞士 似乎仍然延续下去 澳洲指 澳洲指 亦是跌不上升 加指反而升 美元对加元跌 整体上美元好像有反弹力度 所以今天的走势 可能几个货币都比较不同的形态出现 大家记得留意 而我是SkyFi的Facebook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到此